穿着破旧的裙子,人们记住的是裙子,而穿着优雅的裙子,人们记住的是女人,可可香奈儿。 本期就以经典、性感、奢华,三个方面来盘点欧美电影中关于裙子的那些事。 最传奇的白者裙,在电影《七年治养》中,目录站在纽约路边的地下铁峰栏上,用手压住被风吹起的裙摆。 从此,裙摆飞扬的造型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画面,以至被后来者争相模仿,而飞舞的白色白者裙便被称作地铁裙。 据报道,这条裙子在2011年拍出500万美元的天价,是目前梦露遗物中最贵的拍屏。 最经典的小黑群,大多数人说到澳大利贺本脑海中闪现的憋着地凡宁早餐的开场。 优雅的身姿,精致的脸庞,搭配长长的黑色手套,层层叠叠的珍珠项链,在Tiffany的橱窗前吃面包的优雅一幕,让世人对这条小黑群永生难忘。 这件由纪凡西亲自设计的小黑群,成为了风靡一个世纪的时尚与经典,并在2006年的伦敦的拍卖会上以8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每个女人的衣柜里,都有一件优雅的小黑群,因为百搭一穿永不失手,小黑群无应成为女人最好的选择。 最朴素的围裙 朱利安德鲁斯在《音乐之声》中演唱多兰米时,所穿的那条朴素的条纹围裙,代表着女主角对音乐和生活的热爱。 这部影片就像一个优雅的指挥家,那些音律起伏的音乐,勾勒出穿着蓝底白色围裙的玛丽亚,在阿尔卑斯山上翩翩起舞。 2013年,这件围裙以156万美金的价格成交。 最低估的景深白裙 沙朗斯通在本能中扮演高智商女作家,面对多名警察的巨问仍然镇定自若,甚至过于不停地交换翘着阿狼腿。 尽管没有春光静蟹,但也足够令人浮想联翩。 这段频繁交换双腿的经典桥段,不仅放倒了影帝道格拉斯,也把男性的浴火燃烧了起来。 然而,沙朗斯通身上的白色超短裙,显然都被全之间遗忘了。 最幸运的景深红裙 电影《变相怪节》中,卡梅龙身着景深红色长裙的出场,成为他在好莱坞市役的完美开端。 作为卡梅龙的荧幕处女作,他获得了最佳突破表演奖的提名。 其迷人的微笑,妙卖的身材,成为男性影迷难以抗拒的诱惑。 而这个完美的花瓶形象,更是少不了这套红裙的神主公。 最尴尬的景深黄裙 电影《蒙修之旅》讲述一个作风保守的女主播,因为穿着黄色的景深裙,结果一路上被人羞辱。 从出租车司机,白人警察,黑人女司机,再到路边的小屁孩,统统不给解释的机会。 仅凭一装,就断定她是落魄的妓女。 虽然电影远远算不上经典,但女主角的黄裙足够显眼,几乎可以称作史上最尴尬的连衣裙。 最霸气的女王裙 电影《伊丽莎白2》《黄金时代》,作为女王的个人时尚秀, 偷偷拿下奥斯卡的最佳服装设计奖,落魂为样的丽领, 轻柔的羽毛头饰,强调腰线的裙衫,繁复华美的刺绣, 极具立体感的剪裁,简直囊括了时下风鸣的各种复古元素。 身着宫廷装的凯特·布兰切特,搭配浓郁的巴洛克风, 实现出浮光掠影的效果,有着极致的绚烂规定。 最奢明的王后裙 和伊丽莎白女王的高贵端装相比, 穿在玛丽王后身上的碎花与蕾丝,则显得奢明浮衍。 电影《绝代艳后》,同样拿下奥斯卡的最佳服装设计奖, 设计师用高耸的假发,轻盈俏丽的羽毛, 织满鲜花的布料,精致的蕾丝, 堆叠出了十八世纪法国王式的洛克可风情。 历史上的玛丽皇后每年要买一百多条裙子, 这也导致女主角上演七十二遍, 在两个小时的电影中, 换了整整七十二套各种风格的宫廷装。 最华丽的公主裙 莉莉詹姆斯在灰姑娘中的蓝色舞裙, 实在令人过目难忘。 这条在舞会上压轴出场的蓝裙, 共襄嵌了一万颗湿滑落石起水晶, 十六位裁缝用了五百五十个小时才完成, 为了能让裙子在奔跑时能像水一样流动。 设计师用了十二层不同深浅的蓝色面料, 包括了针丝, 尼龙, 锯纸纤维等等, 有了这条最华丽的舞裙, 回姑娘, 能不变成公主吗? 被誉为一轮玫瑰的凯拉奈特利, 在电影《赎罪》中抽烟的画面, 成为一名难以忘怀的记忆。 在她身上的这条绿色露背裙, 配合着悲剧式的电影结尾, 也足以成为史上最忧郁的裙子。 除此之外, 作为大自然赐予女星最美丽的服饰, 乱世佳人, 泰坦尼克号, 罗马假日, 西西公主, 爱月之城, 绿野仙踪等等无数影片中的裙装, 都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观看电影解说, 关注小春电影, 我是主播小麦, 如果你是女生, 能不能告诉我们以上几款裙子, 哪一款才是你的菜呢?